本地奧委會中老將七人 俊勇優異表現 代表團中的八零後 九零後 爭金挪贏 衝突在前 馬龍四次參加奧委會都獲得金牌 成為我國獲得奧委會金牌最多的運動員 趙宇飛本地奧委會參加六個項目獲得獎牌 成為我國獲得奧委會獎牌最多的運動員 在老將的代理下 零零後 甚至零五後奮起直追 湧現出一批年輕的奸賊人員 十九歲的勝利豪和十七歲的黃宇廷 穩搏手機 十八歲的鄧雅文 贏得自由式小輪車 首位奧委金牌 十九歲的潘展樂 不僅刷新男子一百米自由泳世界紀錄 拿下金牌 更携手隊友 獲得男子四成一百米和合泳接力冠軍 二十一歲的鄭千文 歷史性的拿下網球 贏得男冠軍 一批年輕運動員扛起了中國經濟體的大旗 三趟 三趟 二十二十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